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马小庆 最近有个新闻说金户高铁非常的赚钱 在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之间 金户高铁公司赚了288个月 有些朋友就问了 全国有那么多的高铁线路 铁路总公司一年得赚多少钱 我查了一下全国有19条高铁线路 只有6条线路是赚钱的 其中最赚钱的就是这个金户高铁吧 今天就来分析一下金户高铁凭什么这么赚钱 主要原因有两点 从人口方面来看 金户高铁之所以能够在开通之后三年之内就盈利 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经过之地 都是人口稠密 经济繁荣的地方 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山东省人口近9600万 江苏河北的人口均超过了7000万 安徽人口近6500万 金户两个超大城市人口均在2000万以上 天津人口也超过了1000万 人口庞大 出行的次数自然也就不会少 这就给金户高铁市上座率提供了保障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金户高铁途经了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江苏 安徽 以及上海共三个直辖市和三个省份 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富裕的地方 2018年上海 北京 天津 三个直辖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排进了全国前五 山东省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收入水准 人们有钱了 选择高铁出行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毕竟很多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坐高铁 图个舒适 省时 也不愿挤在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上 那极高的人口密度以及发达活跃的经济 都为高铁列车上的上座率提供了保障 也为金户高铁快速实现扭轨为盈提供了条件